9月是国家防灾月 教育部首度在高雄中山大学 举办大专院校复合型灾害防救示范演练 模拟实验室火灾或是气体外泄等等 各种可能发生的灾害 进行士兵操演 国家级地震警报 国家级地震警报响起 民众抱头撤出建筑物 但实验室却因为地震出现状况 橘色烟雾不断冒出 就怕不明气体含有毒性 甚至引发爆炸危机 防災机制是立刻启动 拉起封锁线 并由身穿防护衣的人员 第一时间进驻处理 及时阻止可能扩大的危机 这是在高雄中山大学 举办的防灾示范演练 那我们知道说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那个第一时间 初期应变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防灾的演练 能够让各校能够重新检视过 我们对于这个灾害发生时候的 应变上面的机制 根据统计 全台各学校就有超过一万间化学实验室 其中三千七百八十九间有进水性物质 教育部首都办理大专院校 复合型灾害防救示范演练 增进校园化学事故的处理 跟应变能力 这一次中山大学的示范当中 有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这个环景的 实验室的这个空间的配置图 那各大学可以去做这个参考 是不是能够建制像这样子的药品清单 以及实验室的这个空间配置 给我们未来消防人员进入到 这个火灾现场或者是这个 正在现场的时候 有个更清楚的图像 活动不仅设有灾害应变情景演练 还安排案例分享 防灾意识是学校日常重要的一环 确实拟定防灾计划并做好准备 才能在关键时刻将可能的伤害 降到最低 明镜新闻 高雄市报道